牡羹 歡迎來到傑星廚房 今天要介紹的料理是紅燒牛腩 先來看我們的食材 洋蔥1個 番茄4個 紅豆一根 美國牛腩 這次今天準備的量很大 大概就兩斤多 選美國牛腩的原因是 美國牛是股市飼養 所以牛肉吃起來比較油 軟嫩多汁 今天準備的是一個很厚的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常這個鍋越厚的話 細膩越好的話 燒出來的汁不會流出去 也會非常好吃 我們就來準備食材吧 洋蔥呢 洋蔥就隨便切 因為到最後都要融化掉 所以說 切直的結合都沒有什麼關係 要切完就要鍋裡面就好 就OK了 番茄可以切蛋快一點沒關係 因為它也是最後都煮到都不見了 紅蘿蔔就是切混高一塊就好了 紅蘿蔔我們先不放大鍋裡面去 因為那個煮到太早放會容易爛掉 所以我們等到牛肉煮到一半之後 我們再來加紅蘿蔔 所以大家要切大塊一點 因為它那個之後會釋放出很多水分 本來就會出現很多汁 所以我們是一滴水都不放 而且是一定會成功 最適合那個新鎖媽媽 我認為這叫零失敗料理 大家看一下切好的牛肉是這樣子 這樣整鍋 我們就不要動它 直接去燒 然後放這麼多醬油 大概180克左右 先放少一點 放180克 不夠再補 然後放一點冰糖 要不要動它 就可以用來做水分 用來做水分 沙發水分 我們不要動它 這樣收拾 Desde 嘴巴 我今天也要肉 水分 在水分 瘋